艺术家书籍不是说艺术家这个职业 做的书籍作为一个媒材 就是艺术家书籍 而是他选择他的那个姿态 他的gesture 姿态 对 我选择了书籍 所以其实艺术家书籍 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一个创作媒材 而且书籍本来就是最靠近人们的一个物件 所以他同时也是最容易使得艺术 普遍到整个社会 或者整个公众的视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观若英 发现生活的艺术 聆听微妙的声音 今天我们请到 Pepper Matter的负责人蔡应勤 那来替我们讲 推广艺术家书籍的美学 应勤你好 你好阮喜 上一集就跌到这一集 真的太有趣了 OK 名字也有念对 很不错 对 因为上一集你是主持人嘛 然后这一集换我当主持人 是是是 真的调换有趣 这个应勤可以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还有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 关于推广艺术家书籍这件事情 OK 好没问题 我主要认识到艺术家书籍 是在我研究所的时候 研究所的时候在交大应译所 一门课叫Artist Books 我的指导老师叫赖文淑教授 他是台湾在2005年的时候 第一个教授相关的美财在大专院校里 也很有这个机会能在这样的院校里认识这个美财 因为以前是平面设计的背景 非常喜欢书籍设计 非常喜欢他的一些纸质 他的装针的结构 他一些设计的美感等等跟概念 然后到这门课才认识到 原来书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 也就是艺术家的创作美财 他不仅仅只是其他创作美财的容器跟载体而已 是吧 我们大家很常看到书籍 在成品看到 一般就是书本来就是拿来承载其他的知识啦 文化啦等等的一些容器 然后婴儿认识的这个美财这样 然后在硕士论文的时候就写 这个美财婴儿认识的这个这样一个 美界这样 对 然后主要是又到北京清华大学 去学习一些书籍的古籍的一些装针啦 然后也有上一些 也是Artist Books的一些课程这样 都是在研究所的时期 所以主要是在研究所的时候 认识到这个美财儿去深化其中 那推广的部分的话 或许等一下几个问题 或许可以再做一个切入 就是刚开始认识的一个出 刚开始一个出发点 出发点 什么是艺术家书籍 如果要比较详细一点讲 因为刚刚你讲的容器这个部分 对对对 这是其中一个点 其实艺术家书籍的英文的term 叫做Artist Books 那Artist Books在西方 1973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费城的 Moore College的一个gallery 有一档展览 就叫做Artist Books 那这个词才诞生 所以这个词呢 至今还不到50年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新的美财 当我们反过来推 不是艺术家书籍出现 书籍才成为一件艺术作品 我们或许有去看故宫过 故宫有那些古籍善本 你不得不说那是艺术品 这么漂亮 乾隆盖章 装真精美 乾隆很喜欢盖章 对超 都很 皇帝都很喜欢盖章 就是因为它的珍贵跟稀少性 而成为一件艺术作品 但是艺术家书籍 恰好就是在反这个东西 就是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很精彩 当代的艺术家书籍 它指指不一定很精美 它的装真结构 也不一定非常的具有 怎么样的一个美感 而是 是艺术家使用书籍 作为它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媒介 那这个词出来之后呢 就是没有artist painting artist sculpture 为什么有artist books 为什么书就要前面加一个artist 那其实这个词也一直在讨论 但是艺术家书籍 不是说艺术家这个职业 做的书籍 作为一个媒材 就是艺术家书籍 而是他选择它的那个姿态 它的gesture 姿态 对我选择了书籍 所以其实艺术家书籍 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一个创作媒材 而且书籍本来就是最靠近人们的一个物件 所以它同时也是最容易使得艺术 普遍到整个社会 或者整个公众的视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那在慢慢的在1995年的时候 artist books才出版的第一本专书 所以中间总共讨论的22年之久 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是直到1995年 25年前才大概定调 总共是他们归结出大概三个点 第一个点很简单 第一个点就长得像书 听起来真的像废话 但这个真的 真的 我想哇讨论22年 第一个竟然是这个 真的真的 你的耳机要掉了 真的是很重要的 何会长得像书 第一个它是Potable 它可以攜带 它能够翻阅这件事情 能够被阅读 它是作为沟通的载体 因为如果它长得不像书 有些是书 然后我们雕刻它 然后变成一个雕塑 那用雕塑去弹就好了 它只是用书的符号 然后绘画画 画画书 它不是书 它不是artist books 那硬琴的表情很丰富 所以 对对对对对 sorry 还好是podcast 不好意思 我动作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 我很enjoy 然后就是 然后 所以它长得要像书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可攜带性 你可以随时 就做一个独立的展览 你在家中盖着棉被 也可以看这件艺术作品 你在艺朗当中 规规矩矩的 放在一个白色的桌子上 也是某种展示的形态 所以第一个长相书 第二个点呢 是它里面的 你的创作的内容跟思考呢 跟使用书这个的符号 或者它些装真形式是怎样呢 互为关系 严格一点 可以说互为辨证 也就是说 你选用这个纸 有些开本的书非常小 有些书的大小 非常小在翻阅 就有某种私密性 它就探讨某种 很私密性的东西 甚至有些单手就可以翻 对单手可以翻 有些书很大 它就用身体去翻阅 这些它的那个大小的设定 都跟它的概念有关系 纸质非常的轻薄 会背透 很多人说 哇背透不是很糟吗 就是输出后面 结果前面看到 没有 有些要探讨一些 比较轻的东西 它就刻意会背透 是是 对对对 然后去呈现出来 就是你的纸质选择 印刷啦 装真 都跟你的内容 完全绑在一起 也就是说 这些的设计的技术 是你的思考 你的概念的一部分 你刚刚讲 我立刻就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 在棉被里面看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油墨 是可以做到 一般看不清楚 你要在很黑的时候 拿手电筒去照才会出现 有有有 有两种 一个就是荧光的嘛 有有荧光的 蛮多人去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 需要照紫外线的 那样的一个油墨 紫外线的光 就是那个光一打开 然后就会产生出 有一些作品是这样 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 但是他们都是 使用这样的油墨 都是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不在于 设计的美学 不在于视觉传达的目的 而在于他的想法跟概念 跟他的内容绑在一起 就第二个点 内容跟形式 互为辩证 互为主体 最后也非常重要 就像之前上一个 在访谈的时候又提及 软洗自己的出版社 去主导这件事 这个书籍的作品 从无到有的产制的过程 都是由这个创作者 全全主导 无论说是编辑 设计 书名 编辑说你要改书名 不能改 这就是我的概念 那有人在改人家的 绘画的作品 我无题就无题 你还给我名字 创作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真的 所以就第三个点是这个 就是全部主导 全部主导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有这个栽雕 可以全部主导呢 这个媒材 源起于6070年代 因为那时候 60年代左右的时候 个人的印刷的机台 开始普及 就像70年代 V8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个人的 电影这件事情 技术可能的 在这之前都是由出版家主导 毛级 我来找你 你来做 你哪能叫太大声 对不对 就是说 那我当我可以自己 证进 这么严肃 没没没 不是 因为 我是实作者嘛 我听到了很多 我会想到很多故事 想到我碰到的事情 来来来你就切入一下 我切入一下 真的是这样子 他刚刚讲的很 硬情讲的很实际 人家叫你怎么敢怎么样 真的啦 对对对 可是 这也是最有趣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寻求 因为 我先问个问题好了 以一个也做出版的人的角度 通常artist book 大概硬量 比较多的时候 硬量会到几本 多的有一万本 有到一万本 一本卖十块美金这样 他是为了发挥他的影响力 但是一万本里面 他可能会有两百本 两百五十本是addition 签名签版附原作 所以还有两种策略 甚至更顺着 第三个策略是PDF 放在网路上 让你下载 但是还是有版权 所以你自己去看的 不用钱 那他就更发挥 这种不同影响力 那些addition很少的 两百多本可能是收藏家 美术馆去收藏 因为他更接近艺术家的想法 因为他成本比较高 他用更好的纸质 用木盒等等 就很多不同的一些配件 但是那些普及板 也可以照顾到大家的荷包 对我可以拥有你的作品 用比较低廉的价格 然后去拥有 去感受这样 大概是这样 讲到这个 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 看到你的部分是很有趣的 我大概跟听众分享一下 这就是一种精神 一种转意的精神 我上次去你工作室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那张海报 因为我在读资料的时候 读到有一张Sytombly的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Sytombly 甚至之前我走着瞧的时候 里面有一张照片 被许炯 许炯那个艺术家 说像Sytombly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Sytombly是谁 但是许炯以前买过一张Sytombly的画 这故事很好玩 画不是版画 对对对 没有我不确定是版画还是画 我像是问他啦 但是他说他那时候跟他妈妈看展 来看到这张作品的时候 他就跟他妈说我要 然后他妈妈就说很贵 可是后来还是让他买了 我已经不确定是什么画了 但是我们拉回来就是 殷勤的这个Sytombly的海报很有趣 是Sytombly曾经在一个画廊办过一个展览 他自己手绘了海报 后来这个画廊组把这个海报 找出来 对再翻印一千张 对差不多 我记得一千张 对 那海报那时候你来的时候 刚好因为有展览 那件作品 那件那个海报 艺术海报太前眼了 因为展览拿下来还没挂上去 所以他是1980年的时候 巴黎有一个在推展 艺术家书籍的重要的艺朗跟书店 叫Yvonne Lambert 他在1981年的时候 Sytombly在那边办展览 然后自己画自己的各展的海报 但后来近期的时候 Yvonne Lambert 他把它挖出来 后来把它再版出来这样 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 精彩的一个海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Yvonne Lambert 也是我去巴黎去考察 艺术家书籍的一些书店 跟艺朗 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他可以说是巴黎推展 艺术家书籍最重要的一件艺朗 那跟我在台湾的身份非常的像 就是也是在推展 推广艺术家书籍的一个美学跟实践 所以那我个人也当然非常喜欢Sytombly 他也有很不少的精彩的artist books 也这个原因 Sytombly拍照也拍得非常好 没错 他有出 太精彩了 拍自己绘画过程或者是等等的 自己作品 这有很多可以聊 但是我第一次跟Sytombly接触到是这样的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又是去东京的原美术馆 原美术馆 那时候有一个长家跟我讲一句话 朋友 他就说原美术馆现在有Sytombly很精彩去看 我也不知道谁是Sytombly 那我就去看 当然原美术馆你去过吗 没去过 Hara Music 但是很精彩 近期好像要关了 对对 他是TOTO这个卫浴品牌的诗宅 对他用诗宅做美术馆 难怪这么有sense 对超棒的超棒的 TOTO来搞建筑了 对对对 有够棒 就是一个诗宅嘛 一个很棒的院子 进去一个很有品味的 比较古典式的建筑 但是有搭一些新的材质 就是做新旧之间的一个整合 那里面长设展有谁 比如说 Sophie Kale 有几个啦 他可能有展过他各展 各展一直都很棒 但是他一些长设展也很惊人 他用一些造景 比如说 那个 我一直都忘记 那个拍海的 三本博士 三本博士的造景在他的庭院 我可以在室内透过玻璃 看他户外的竹的造景 那还有几个奈良美智的长设 一个小朋友房间 就一些小朋友房间 奈良美智的童趣的东西 因为呼应嘛 所以就是说 那时候Discounts at Tom Lee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个这又跟书有关系 日本的展览都很贵 但是看完展览以后书不贵 真的 我爱很多也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一本 Sat Tom Lee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它是Sat Tom Lee 只是觉得 哇那个 那时候还看不懂 就是什么 粉笔啊 是那个是怎么样 无意思啊 自动书写啊 但是印象很深刻 或许这就是变成一个 我看到实体的体验 然后我又买那个书 又有另外一层深层体验 可是这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个 艺术家书籍很重要的部分 Potable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纸上的展览了 我们可以携带那个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清零现场 但是透过艺术家很反叛的 他不是让书版社去思考 他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可以完全 因为总会有很多的出版人 那种纸可能比较亲民 那种纸比较被洗花 那种价格 确实 展测这个部分确实 很有意思的是 展测的目的就是在于 在线展场里面的作品的经验 但是展测永远无法再现 对对 所以不如让很多创作者就让展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作品 跟原本的展览去做一个呼应 这是非常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法 那书籍做一个独立的一个展览 其实早在1930年的时候 镀像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手提箱的绿盒子 我知道你有一套对不对 对 复刻版的啦 如果是原作我现在也不用在这边 对对 他就打开里面就是他一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 喷泉啦 50cc的 巴黎的空气啊等等 他就宣称 他是一个独立的我的移动的歌展 那当然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生意人 他都会去尝一下 然后打开说 我有这些东西 你要哪一个这样 对这是确实的 在他的那个访谈里面提起 所以早在可以说90年前 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要把一些盒子或者是书盒等等 做一个移动式展览 后来一直在持续的发展 书籍做一个移动式展览这个概念 在607年代的艺术家书籍的一些理论跟脉络中 整个完全被承接过来 你刚刚讲杜像的事情 我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 杜像曾经写过一个情书 给他之前的某个女朋友 这不是很多艺术家都唱 没有 对对对 但是里面他在情书上面喷金翼 这真不知 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跟基隆吐 没关系吧 打一下书嘛 好 就是这很妙 因为金翼不就是他对他的爱意吗 这很妙 这个不是你要特别去查杜像 我相信蛮像他会做的事 是啊 可是这个 很疯狂 对 他变成是一个诗人收藏 就是说后来才公开 你没有公开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你在他一般的作品 或是他的故事是找不到的 因为有一天有人秀给我看 一个前辈我在查 真的 所以这说得出来杜像的 是也算是某种出版物 反正也是一个自己硬 自己硬是吧 对 不会不会 这个还是在主题内 OK 对 好 那我自己cue 再来就哪些推广 对不对 哪些推广 刚才是从何谓艺术家书籍 刚才有提到那三个点 长相书 形式内容 护卫主体 然后包括说是全的一个主导这样 然后 你自己做一个架构 我觉得蛮不错的 从收藏研究到展示 还有教育这个部分 对其实这个架构 其实是来自于博物馆一个最基本的四个的功能 博物馆先有收藏 收藏之后你还研究它 研究好方便展示 展示边过来的时候 这是什么东西 我好解说 就是促成的教育 其实博物馆一直在做这四个件事情 不过加了一个叫做实践 所以我觉得实践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实际的做出东西来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用几个方式在推展 在两年半左右成立了Paper Mountain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艺术家书籍文献库这个空间的时候 主要是在北京 上海 香港 跟台北等地 然后透过一些讲座工作坊 甚至是策展 讨论会跟系列课程 去推展就是艺术家书籍 所以很多人问说 你是什么身份 好像也不是策展 教学者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方式 因为必须综合 因为在艺术家书籍的推展 在整个两岸三地 甚至在东亚范围内 是很少的 但是有很多的创作者 但是作为一个平台 这件事情是少的 那我就会执行这些 不同的一些方式 然后让大家更去认识这个美财这样 那我问了 你说你自己的书有接近 收藏有接近千册吗 接近吗 对不对 差不多四五百册 但加资料差不多签件 一些硕博论啊 期刊啊等等 OK 你的选择收藏这些东西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 其实因为我是作为一个 教育实践的一个工作者 所以我的标准 当然难免会有个人的品位的选择 不过我都会尽可能的是挑选 刚开始的策略是挑选西方重要的当代艺术家 这是一个策略 那你说为什么没找不到台湾的 为什么没找不到亚洲 因为这个美财是 没有我只是把一些迷之音 不是啊不是 破出来 不是你讲的都很对 真的 这就是很多台湾会问的问题 对西方当代艺术家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 哦原来 普通斯基又有做 Applet books 我超懂 普通斯基的 原来还有做 Applet books 哇那Applet books是重要的 美财的 这些大咖也都做过 让大家去 哦那我也要 这是一个点 对比如说我就很想看到 你有的李希特的 包括李希特的 我看到你很多的 是我很想去翻的 这就促成了 大家想认识 artist books的一个愿望 不是说 其他没有名的艺术家 的artist books不好 而是没有名 那做artist 那没名做 就是做artist books 没有 一整票艺术史摊出来 30个你听到的名字 都有做artist books Anson Kiefer也有做 Louis Bourgeois也有做 所以我会先以 重要的西方艺术家去推 然后促成大家去认识之后 慢慢的到亚洲 再到台湾 我突然想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没有啦 不是 这是我脑袋突然想到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或许我跟你 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我希望听你的说法 台湾近几年很流行Zing 你觉得Zing跟artist books的 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东西非常重要 也非常多人在问 其实Zing的历史 一定比artist books还在久 一定 因为六七年代 才产生出artist books的概念 但是Zing当然具体也像 超七年代一些旁客啦 地下乐团啦 电影 一些独立电影文化所产生 但是Zing其实可以拉到更早 所以他的精神在独立出版 在不在整个商业的机制体制下的 甚至是某种地下的 那种自由跟那种前卫性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 像马列维奇啦 利西斯基啦 都自己出版一些小册子 早在可能或许 1776年的时候 美国的独立运动 Thomas出版了Common Sense 尝试的这本小册子 促成了独立革命这件事情 也都是在Zing的范畴里面 去呈现出来 就是说 人们使用最基本 最低成本的印刷技术 然后不以盈利为目的 以表达思想作为手段的 大量出版的印刷物 就属于Zing的范畴 那不得不说Zing跟Artistbook 是跨在一起的 因为Artistbook是大量的 也都是自出版 因为为了逃避出版的 也比较魔掌 就是说 总有一些总编辑说 你这个不OK 你这个纸太贵了 你这个装真 太麻烦了 没有 所以Artistbook很多精彩 都是自出版 所以不得不说 Zing跟Artistbook 都是跨在一起 其中他们跨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 self-publishing 所谓的自出版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 他们虽然是一样 都是以出版 做一种艺术实践 但是不同的手段 没有谁高谁低 因为我在推展的过程中 有人好奇的拿Zing过来说 这是Artistbook 重点不是是或不是 而是你认识了 艺术家书籍 这些美学跟概念 这些光谱是否有助于 更去思考书籍 作为一个迈向工作的 创作媒材的一些思考点 你回去再做Zing 也完全是OK Zing有它的影响力 包括像国外 有非常多的艺术书展 无论是不是去过纽约 或者是一些德国的 大多数七八成都还是Zing 所以通常是Zing Followbook跟Artistbook 就标准的就列出一区 就是Followbook去 Artistbook去 Zing就超多的 所以Zing还是有它 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 早上我想到下午订书季一订 然后晚上就卖了 但是Artistbook也可以做这么快 但Artistbook比较是 它跟它的创作的整个历程 是有某种酝酿的 是产制的过程 摄影书也是 摄影书其实更产业 摄影书其实大多数 都需要高清晰的印刷 大多数 有些也是刻意就印的 故意的 然后感觉是它的一些概念等等 这也都成立 其实这是有意思的 所以摄影书跟Artistbook跟Zing 它其实是 那个圈圈是彼此跨在一起 互为影响的 尤其摄影书近期 也是受到艺术家书记的影响 非常的大 那既然 大家都可以自己出书 而且不需要 受到出版社的这个影响 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 可是呢 很多人想要给出版社出的原因 是因为可以有ISBN 有ISBN的话才能进入书库 才能够流通到更多的书店 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Artistbook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跟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 无论说是Artistbook还是Zing 很多都没有ISBN 对很多都没有 但近期有越来越多的趋向 因为无论说是个人还是出版社 其实都可以升级ISBN 对只是说个人就稍微 比较麻烦一些些这样 其实ISBN这一个 其实甚至有一本书是 None ISBN 那提倡为何不要 无论说是稍微激进的时候 是不想要被 就是整个商业的 这样的一个制裁 机制等等 但我们论 如果没有的话会怎样 那其实有些 自己的研究者 或者是Artistbooks的研究者 都会提及说 那以后来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 这是一个确实是 无法避免的一个点 因为就没办法在国土 或者在哪边 他可能就去流通 但我们反过来 来去想这件事情 因为ISBN 他一定会认可 就是某种药室书的样子 而且他又有严谨的 某种要主题 等等等等 而再承认 而给你ISBN 所以那一定程度 会丧失掉了 创作者的自由度 而且像近期也分享一个 在官媒馆 我做的一个 优朴的一个计划书 本来申请ISBN 是失败的 它是一个盒子 但打开来 有很多不同的部件 有一本书 有假页 等等 他说这不是书 我可以提出很多的重点 说这是书 但是后来是因为 在一些场合 然后国图的馆长 看到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视 因为毕竟他是上达 就是 北一带一些重要的一些 展览的一些出版物 这样 后来通过了 所以还需要馆长出来 这样特别去推 就等于说 那他一定程度 是限制了很多的发展 刚好是我个人的一些 经验这样 所以有没有 都真的不是重点 也不会影响 他作为一个精彩的作品 如果他是一个精彩作品 就会被收藏 就会被传播 但是如果你看 比如说 我们刚刚上一集才聊到 基隆图 这是用我自己家里的出版社 摄影家出版社来出 那我是不是可以 以后玩很多不同的形式的出版 而去试着把这个边界去拓展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这个书本来不会是书的 可是现在 其实它就是书 因为就像你讲的 Podable 可以阅读 但是 阅读版就很多方法 翻阅 然后又一个物质性 等等等等的 它其实几个重点 像美国的一个视觉诗人 跟理论人叫做Bershuk 他在2018年的时候 在MIT出了一本书 叫The Book 里面就分四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是 Book as object 作为物件 第二个是content 内容容器 第三idea 观念 第四是interface 界面 它提起书在当下 有这四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所以还包括物质性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都是可以属于像书的 某种范畴 或者可以把这些 几个概念去融成 自己的一些创作的一些 媒材 但摄影书确实是 比较少是没有ISBM的 因为摄影书的 非常依赖整个产业 它会崛起完全是因为产业 就是说整个 比如说是21世纪 物流的方便 各个重要的 大型的摄影的书展 摄影书的奖项 出版社的推动 Stider Mark 等等等等的 这些一些重点去推展 大概是这样 那像这样的部分的话 你实际在 因为我知道你那边也办了很多活动 不管是你一直在到处讲课 也包括我们之前谈教育这一块 你自己在做教育这一块的话 通常你现在的受众会是哪些人 哪些人会对Alice Book有兴趣 其实比我预期的还要广 也就是说其实包括说是有两个层面的教育 一个是真的有课程讲座的 一则是我在之前办展览的时候 或者办像在2019年末的时候 在保障岩有三个月的期间 是那种pop up store 就那种短期的三个月 然后门都是开的 去保障岩就是眷村嘛 所以从三岁小孩到七十岁 老翁都有 都去那边走走 然后门就打开 这些 我看这些 真的真的真的 小朋友还有进来就在那边乱翻 妈妈还说别乱翻 但我都没差 因为我好奇 他们对艺术家书籍的接受度有多大 就三个月下来 接受度非常大 无论说三岁到七十岁 他们都完全可以进到里面 但大家要记得 Alice Book是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透过书籍 完全跟公众完全match在一起了 他一定都有书名 书名打开 每个人都会翻书 没有人不会翻书 所以等于说 没有人不会进不去 艺术家书籍的世界里头 不一定每个人懂得看画 不一定每个人懂得看雕塑 装置 一个小时的录像 但每个人都懂得翻书 而且在翻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 对 跟我的阅读的书籍的认知跟经验 极然不同 比如说 有些标示的地方 他直直的看不能看 我要转过来才能看 对 或者你在翻阅的过程中 他有某种连续的一些叙事 然后可能甚至没有字 所以一般你认为书要阅读 没有 它是介于阅读跟观看之间 包括你触觉跟感受之间 而且什么一整本都是同一张照片 越翻越翻越淡越来越淡 也有这样的一个摄影书 或者是一张照片 或一张图画被切成局部的局部的局部 然后你一整本都要看局部 最后才看到一个完整 或是根本就没有 可以哦 人写下一本就 我大概想到了 父亲表示 玩太大了吧 这个 这就是Artist Books的范畴 所以就是说摄影书为什么要靠近到Artist Books 因为其实Artist Books也有在论摄影书 因为1963年第一本Ed Ruscha的一本26个加油站 它里面有26个加油站的影像 它就拍摄它在美国的加州的家到 欧海尔州的老家 这66号公路的过程的26个加油站 然后并且排序的把它编在一本书中 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像经历的那一个 66号高速公路 就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第一本当代意义下的Artist Books 它本身也是一本摄影书 它只是透过摄影作为它的记录的移动的一个载具 跟载体而已 所以其实他们彼此是互相在谈的 摄影书界像Multin Park跟Gary Badger 它里面有提Artist Photo Book 我还有这样 就是说它其实里面就在谈Artist Books 摄影界把Artist Books谈进来 Artists Books把摄影书谈进去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一些学术场合跟研究场合 他们彼此是互相一直在谈 所以他们会越来越靠近 因为摄影书慢慢可以走出产业机制之外 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甚至出版社让创作者有更多自由发挥的机会 比如说有非常多的Dummy Award 就所谓Dummy就是那种傻瓜书 就是那种很概念书 很Prototype 然后你得到奖之后 它会尽可能维持你这一本 你手作的这一本的任何的感觉 变成大量出版物 这都是非常尊重艺术家 包括Mac 他们都有提倡 你先把你的一个Prototype参展 第一本书的奖 如果得奖就帮你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 就是摄影书跟Artist Books 慢慢的一个靠近 包括说刚才从Zin等等的 这其实都是彼此的互相的关联 然后这个的网上就是所谓的出版作为艺术时间 确实在这个上面 这几个是交融的 对 那你会不会开始想要做自己的Artist Books 有 完全全全自己的 有 在我2012 我哪说毕业的 17吧 对对对 我的硕士毕业就是一系列的22本Artist Books 22本 对 然后在两岸3D巡战 国际展跟各展 一展的差不多9到10次这样 然后那件作品其实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叫家书 是在纪念就是宜兰被裁迁的一个老家这样 透过建筑 然后摄影 等等 透过各种不同的异材者的职质去足够而成 不过近期啊 真的很多人就要说 殷勤哪时候在创作 其实说真的 创作是要源自某种欲望跟冲动 当然我这些欲望跟冲动 真的完全转调到教育去了 就比如说有时候一些学员来问 然后我就说 我有些不错的idea 你就是怎样可以去执行看看 看他自己的一些idea 被施展出来 成为跟他的想法跟概念融合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欲望被过渡掉了 还包括说研究 虽然说可能像借口 但是说包括时间上给的研究 欲望上给的教学 他 我有一直鼓起勇气 有各种很想创作 但我就觉得有这些资源 我都会想要变成推展 所以近期是没有新作 这个很棒啊 因为这就是教育的意义 我觉得 你看你自己或许 因为你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创作要有欲望 就是就像跟我们人想要吃饭 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想要吃很好 包括我知道 硬琴很特别的是 他很懂葡萄酒 对 是是是 他自己还有葡萄酒的 讲座 对对对 吃饭用具 可是呢 当没有欲望的时候 有欲望我们才会思考说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作品 然后越来越精致 我们要吃的东西 经过比较以后 越来越棒 越来越好 到最后得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某种在CP值里面的一个品位 可是呢 你现在透过教育 你可以让别人去做出自己的东西 这个是很好的 你用你的经验 你用你的载体 让大家来这边看书 最后得到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再幻化成 因为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实践 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重要 你看过 感受过 如果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有多么的棒 是 我都会尽可能在一些讲座场合 我都会扛着行李箱 然后二三十本就到现场 我现在乱写也是这样 就带摄影书 然后带一堆 我还好 我要讲一个 我顺便也打个广告了 因为我们这个宜兰的软衣中台湾故事馆 我在那边办教学 那我也把硬琴 因为他也是宜兰人 请来我们这边三月会开一堂 做articsbook的课 那我那时候跟他讲 因为我们那边书很多 我说硬琴 你是不是就用我们这边书念 或许看一下 有些有意思的 我就当场就拿过来 有些有基本教材会带着这样 但是我基本的想象 其实是一种贴心的状态 就是怕说你带很多书会累 不会习惯了 可是硬琴还是会 你看他教课还是会准备二三十本书 对 那我就觉得 对 然后透过实际的翻阅 去感受 如果你想象这些全部的articsbooks 要清理感受 它的尺寸大小的东西 或者它的纸质结构 那些都不是仅仅只是设计 而是概念的时候 全部变到PVT里面感觉不出来 实际是摸到感受 发现我好像也可以 那提供 我都会提供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时候在台北教科 我都会提供 台北在哪里买一只 在哪里印刷 然后等等等等去吧 然后就真的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书其实是 一则是最靠近人们的一个载体 跟容器 但其实也是人们都可以去做书 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非常容易印刷 对 我上次我在学学 开了一堂课 教大家做摄影书 是令我非常的震撼 我不知道现在外面的雷射烈银那么的便宜 真的 便宜到吓死了 一百块以内就 对 一百块以内就可以做出一本不错的书 没说是 而且 技术使然 是 大家刚刚听到那个硬琴分享 他的Artist Booker 他自己的或许不是完完全全 那么像一般人印象中的创作 到底什么是创作 有些人说一定要文学 一定要音乐 一定要雕塑 一定要摄影 但是 硬琴却是把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家老家拆迁的过程 用很多种不同的表达方法集结 作为他的Artist Booker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 每个人只要有欲望 想要说一些话 书是很棒的一个载体 跟创作的美财 大多数创作Artist Books的一个创作者 他们同时也做其他事 他们也拍照 他们也做摄影 然后也做录像 也做绘画 不过他们有些概念 是这些创作美财 没办法表达出来的 而是书 书都会跟知识文化身份认同 历史记忆做结合 然后它的这种翻阅的质感 它是极少数能够被触碰的艺术作品 你刚摸绘画吗 摸骰特朗尔克 把它像黑板的白色擦掉 对 就被抓去关起来 所以Artist Booker 是可以触碰这件事情 可以被翻阅 大多数我们观看Artist Books都是一对一的 我们看的书都是私密性的 我们很少两个人一起看一本书 所以有一种可能是 你的创作概念 刚好是要提供某种亲密性 而使用艺术家书籍去传达出来 我问你哦 真的有多老怕话 我说语气都会转飙 我是没有啦 不会啦 你问你问你问 你那时候在宝刀岩的那个展览 是展哪些书啊 那时候是三个月 三个月也是第一次尝试了一个空间 其实就展自己的收藏 三个月 前面两个月展的 我就好奇我的收藏都收藏哪些 后来发现有三个主题 一个是memory 记忆 一个是mapping 就是所谓的测绘 一个是mental 心智 跟语言有关 都分别挑出了三四十本 然后发现 哦 一则是我的个人的可能某种偏好 但更另外一则是 这三个点都是创作者 在使用书籍 作为创作媒体的时候 可能会切入的点 mapping 书籍作为某种索印 作为某种测绘 然后它确实会谈到到 记忆 档案文件 还有一个是语言的关系 我会发现 哦 收藏是怎样 所以也借此是提呈出 某种收藏的研究的展览 然后最后一个月是 邀集了台湾七个艺术家 做一个展示 那那个时候在那边展那些书的时候 有没有放手套在旁边 完全没有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因为大家对于 一些很精美的书 都会在展示的时候 旁边会放手套 就跟我们摄影作品拿原作一样 你刚刚讲要触摸这件事情 对 不过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这样 因为我曾经也看过 因为当然载体不同 你自己的东西就无所谓 当然你帮别人策展的时候 可能别人的书来的时候 对对对 你只要爱护它 尊重它 对尊重它 对但是这就是一个很界限 很特别的界限 当一本书不用戴手套的时候 你会一直翻它 当你看到一戴手套的时候 就不想翻 这是我的经验 真的喔 对我常常会 我也常过很多摄影书店 或是很多艺术书店 有些难免会希望你爱护书籍 要戴手套 但是我还真的到后来 我发现 因为不是每个人戴了手套以后 都很会运用他的手指 真的吗 对对 真的 有些艺术家的手套是什么呢 你的纸截都会露出来 因为手让我们做很多事情 你手不方便不好做事情 所以我觉得像我一个 我不是很会戴手套做事的人 我看到白手套戴上去的时候 我就变成我不太会翻书了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就是说有些作品 他戴白手套会有某种仪式性 他的作品看起来很纤细的时候 他会促成让人家很难靠近 当你有白手套的时候 他就会促成能够去靠近 好像有某种仪式 那我就会建议创作者说 你可以有白手套 它是某种情境 你戴上去是某种仪式 我就会建议他 你的白手套的这种 你戴上去这种小心感 也是某种概念之一 我觉得蛮适合 但有些人是用布料 那我就会去询问一些创作者 像最近在文献库办完了 北一大的一个塑班的一种展览 词典作为缩印 那就有非常多的创作者 是用一些布料 然后我也有询问说 你需要用白手套吗 不用 然后是要让大家去 真的去摸到那个材质 因为有些印刷的一些 捐印是用发泡油墨 它是浮起来了 你在白手套 你怎么摸都感受不到 但那是创作者想要提成的 所以我们沟通完之后 就不用 OK就不用这样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点 它确实是一个 可以被清零触碰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创作媒材这样 然后也当然 因为那档展览 也其实这几年来 也测了差不多 五六档的展览 所以测展作为某种教育实践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一则就是说 无论有任何机会 我都会测以 艺术家书籍作为主体的 一档展览 虽然这个很吊诡 现在不是展览 都是各种不同的 复合媒材 装置等等等等的 但让大家去 证识这件事情 去论述它 一档展览都是书的时候 那其实产生之后 很有意思的一种状态 去认识之后呢 这些创作者不见然之后的 创作作品 都要以书籍作为媒材 而是他可能会有 某一个想法的时候 书籍很适合去使用 好 那我最后做一个结论 其实一句老话 这句话也是常常 我跟大家讲的 展览会结束 书会留下来 所有的展览都有期限的 但是为了这本展览 所做的书 它却可以一直留下来 陪伴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听过一句很棒很棒的话 这个我觉得artistbook的 所有的创作者 也可以讲这句话 摄影书 这是别人讲给我听的 我记下来 摄影书很贵 有些好的书 两三件块 艺术书籍 不要讲摄影书 很多都更贵 可是我曾经听到一个前辈 跟我讲一句话 你花两千块 买到一个人 五十年的精华 有没有很便宜 确实是这样 包括无论说摄影书 还是文学 还是对不对 你买一个追忆是水年华 打折下来两千多块 你买了这十几年的 就是布鲁斯特的一生的 一个整个最精华的一个片段 所以书籍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可以 在我推展的过程中 有些人质疑 就说艺术家书籍你在推 会不会限制了 创作媒材的想法跟概念 为什么只能用书 会不会我全部东西都要挤到书里面 但没有 不是要你为了做书的做书 而是你没有一些想法跟概念 可以跟他做一个吻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rtist Books有各种不同的面向 绘画 雕塑 装置 摄影 空间的 进到Artist Books 都透过Artist Books 再转化成另外一件作品 迈向公众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跨领域的 完全艺术作品 而非只是一本书 是其他迷彩的载体这件事情 好 那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些最棒的书 Artist Books 我们台湾目前来讲 可能很分散 可是运情就这样的一个空间 Artist Books的文献 在台北国际 在台北国际 对不起 对对对 那就是欢迎 第一个我们会在我们这一集的 这个介绍地方 会有它的这个F部 F部 没有 我不算讲书分 OK 看一下 对对 FB的页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 而且 运情真的很认真 我去他的空间的时候 找他的时候 真的现场还有一些学生 跑过去请教他 对对对 他就学生就直接跟他约时间 下次可不可以花时间 再去找他直接 当然都很欢迎 五六都是开放的 It's public的 就是for free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这边 跟我讨论创作也好 或者是想法 甚至安安静的 我不理你 你不理我 看书也很欢迎 对 再来的话 他会定期在里面 也测一些展览 对会有测展 所以 空间不大 但是就是一些很精化的 因为书也不需要 很大的空间 去做一个策划 之前有人报道你 这样讲 第一个 我讲最后一个 对对对 那个 印琴是个帅哥 报道 不是啊 你说 透过一些 我把我的跟报道连结 对 印琴其实是一个帅帅哥 所以那边报道很好 所以他说 或许你去他的空间的时候 他帅哥还会泡咖啡给你喝 有吗 我完全忘记了 哪一篇 他没有讲帅哥 他就是说 就是 没关系 那边除了有很多书以外 也是一个很舒适的空间 也有很多 他对品味的想象跟呈现 但那个地方成型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 多去那边看看 那今天谢谢印琴 好 谢谢文琦 谢谢文琦